一名男子不停狂奔 他奔过了一个又一个路口 最后转到小巷内消失无踪 怎么跑这么快 蓝白拖都不要了 原来他抢走一位老人家口袋里的 三千两百元 你总共拿多少 就这些嘛 三千二 确定拿 被抢的老先生年约八十岁 行动不便 二十八号上午起身 要离开头粪夏公园 三十七岁的温馨男子 假好心上前搀扶老人家 年轻人手却不干净 伸进老先生的外套口袋 抢劫得手后拔腿就跑 警方地毯式的搜索 却一无所获 一直到下午一点 有民众发现 家中有可疑男子报警 嫌犯才落网 我妈说她不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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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说她不知道 光天化日之下 温馨男子行抢后 无处可逃 为了夺警察 他居然躲进民宅的后院 还向居民谎称 自己只是附近工作的工人 温馨选宜人 因为有多项前科 窃盗还有毒品等前科 然后刚关出来又没有工作 所以才会出此下车 然后抢老人家的钱 温馨男子才刚被放出来 又犯下罪行 假意搀扶 降低老人家的戒心 抢夺不义之财 记得彭志明 李若珍苗栗采访报道